这场北美联赛杯的比赛 穿着粉红球衣的Messie 把球直塞到禁区里面 虽然队友第一时间没控制好 不过他还是趁乱杀进了禁区接应 尽管有两个人在他附近盯房 不过Messie还是找到空挡 看看这个慢动作重播 Messie硬是在两名后卫之间 找到了空间完成这击推射 这也是他连续第五场比赛有进球 其实这场比赛 Miami国际面对同样来自MLS 排名后段班的夏洛特 踢起来相当的轻松 他们在Messie进球前 就已经攻入三颗进球 最后就以4比0痛载的夏洛特 成功踢进北美联赛杯的最后四强 Messie在加盟Miami国际之后 现在只出赛的五场比赛 就已经攻进了八球 目前是占据北美联赛杯的进球王 而且在MLS东区垫底的Miami国际 在Miami出赛的五场比赛里面 一共踢进了17个进球 其中就有11颗和Miami有关 可以看出Miami依旧保招未老 实力超出联盟平均一大截 以上就是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